你敢相信吗?宇宙中竟然有柠檬形状的星球。 是的,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异形,而是真真切切让顶级科学家都感到困惑的宇宙怪胎。 想象一下,一颗行星它被一颗死亡恒星的引力活生生拉扯成了柠檬的形状。 它的一年只有短短7.8小时,它的表面温度高达2000摄氏度。 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天空可能正在下着钻石雨。 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最近让整个天文学界都为之震动的系外行星PSRJ2322-2650B。 它距离我们大约750光年,由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于2017年发现, 它的每一个特征都在挑战我们对行星形成和演化的所有认知。 它是一个极端的、充满矛盾的、让人无法解释的谜团。 为什么它会被拉成柠檬形? 它的大气中那些诡异的碳分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那颗心狠手拉的母星,又是如何将它塑造成这个样子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带你深入这场宇宙大发现, 揭开这颗行星的神秘面纱,一起探索这个宇宙怪胎背后的终极奥秘。 PSRJ-2322-2650B这个拗口的名字背后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奇迹。 首先,我们来谈谈它的形状。 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无论是地球、火星还是木星, 它们都保持着近乎完美的球形。 这是因为行星自身的引力足够强大,能够将物质均匀地拉向中心。 然而,PSRJ-2322-2650B却被拉伸成了一个明显的柠檬形。 造成这种奇特形状的幕后黑手是它的母星,一颗脉冲星Pulsar。 脉冲星是一种中子星,Neutron Star, 是某些大质量恒星在生命终结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超致密核心。 它的质量与太阳相当,但体积却被压缩到了仅仅一个城市大小, 密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颗脉冲星以每秒近300次的速度快速自转, 并向宇宙空间发射出规律的电磁辐射树就像一座宇宙灯塔。 PSRJ-2322-2650B与这颗脉冲星的距离极近仅有约160万公里, 这比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还要小。 在如此近的距离上, 脉冲星那恐怖的引力产生了巨大的潮汐力。 正是这种强大的潮汐力将PSRJ-2322-2650B从内到外拉伸, 使其赤道部分被挤压,两极部分被拉长。 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见的柠檬形状。 由于距离极近,这颗行星的公转周期也短得惊人, 仅仅7.8小时,也就是说它的一年还不到地球上的一个工作日。 它被母星的辐射和强风无情的轰击,导致其表面温度极高。 最热的向阳面温度可达约2000摄氏度, 即使在最冷的背音面,温度也高达约650摄氏度。 更令人费解的是它的大气成分。 微博望远镜通过其强大的红外视觉对PSRJ2322-2650B的大气进行了详细的光谱分析。 科学家们原本预期会发现水、甲烷或二氧化碳等常见的系外行星分子, 但结果却让它们大跌眼镜。 这颗行星的大气层主要由氦和碳主导, 并且含有大量的分子碳,特别是C2和C3这两种分子。 分子碳的存在本身就非常罕见。 在如此高的温度下,碳通常会与大气中的其他原子结合。 只有在几乎没有氧气或氮气的情况下, 分子碳才能占据主导地位。 在已知的约150颗被详细研究过的系外行星中, PSRJ2322-2650B是唯一一颗大气中含有可检测分子碳的行星。 它的成分与我们目前所知的任何行星都截然不同, 简直是行星世界的异类。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颗行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它的奇特成分又是从何而来? 你觉得,宇宙中是否存在一种我们尚未理解的行星形成机制 能够创造出这种纯碳主导的行星?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想。 科学家们将PSRJ2322-2650B及其脉冲星母星组成的系统 归类为一种特殊的黑寡妇系统Black Widow System。 在典型的黑寡妇系统中, 一颗快速旋转的脉冲星会与其半星通常是一颗低质量恒星配对。 脉冲星发出的强风和辐射会不断剥离半星的物质, 使其质量逐渐流失,就像一只黑寡妇蜘蛛吞噬它的配偶一样。 这种宇宙间的伴侣相残现象, 在天文学上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 然而,PSRJ2322-2650B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RAU正式认定为一颗系外行星, 其质量低于13倍木星质量。 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非典型的黑寡妇系统, 因为它吞噬的不是另一颗恒星, 而是一颗行星。 这引发了科学家们对黑寡妇系统演化路径的重新思考。 这颗行星究竟是脉冲星在吞噬半星后残留下来的核心, 还是在脉冲星形成后才诞生的新行星? 关于它的形成, 目前所有的已知理论都面临挑战。 研究首席科学家芝加哥大学的迈克尔·章表示, 它的成分完全不同, 这排除了它像普通行星一样形成的可能。 它是否像黑寡妇系统那样? 通过剥离半星外部物质而形成。 可能也不是因为核物理学无法产生纯碳。 我们很难想象如何获得这种极端负碳的成分。 这似乎排除了所有已知的形成机制。 这种极端的负碳环境意味着PSRJ2322-2650B的起源,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甚至可能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行星形成模式。 为了解释这种极端的负碳大气,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大胆的假说。 钻石语 研究合著者斯坦福大学的罗杰·罗马尼推测, 随着这颗行星的内部冷却, 碳和氧的混合物开始结晶。 在巨大的压力和高温下, 纯碳晶体,也就是钻石, 可能会在行星内部形成, 并像冰山一样漂浮到行星表面最终与大气中的氦混合, 形成我们观测到的负碳大气。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 微博望远镜观测到的C2和C3分子, 正是这种负碳环境的有力证据。 但即便如此, 这个假说也无法完全解释 为什么氧气和氮气会被排除在外。 这颗行星的奥秘, 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个巨大谜题, 等待着未来的观测和理论去解答。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 惊得起推敲的理论, 来解释这个宇宙怪胎的诞生。 PSRG2322-2650b的发现, 再次证明了宇宙的无限广阔和不可预测性。 它提醒我们, 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这颗柠檬形的宇宙怪胎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研究极端行星环境的独特实验室, 也激励着科学家们去探索 新的行星形成路径和大系化学过程。 韦伯望远镜的每一次观测 都在刷新我们的宇宙观。 PSRG2322-2650b的碳腹级大器 就像宇宙写给人类的一封挑战书, 邀请我们去突破现有的科学边界。 正如罗马尼所说, 很高兴能有一个难题去攻克。 未来的研究将继续聚焦于这颗行星, 希望能够揭示其形成的真正机制, 并最终解开它那诡异大器成分的谜团。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直专注于制作宇宙主题的优质长影片。 而且频道更新速度很快, 有朋友就问了哪来的那么多素材及灵感? 几乎是每天都在更新。 实不相瞒, 我一直有在用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 戴个耳机, 就可以在通勤、走路、运动时候, 听听我喜欢的宇宙主题类内容。 这个给我带了很多灵感。 有了灵感、设计主题, 然后再搜集、整理、创作, 最后展现给大家, 对我及频道帮助非常大。 另外,个人感觉还有个特别的妙处, 那就是睡觉前必须的听一段, 现在已经是不听睡不着了, 简直是助眠神器。 当然,这么好的APP, 我也想分享给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Himalaya这个有声书APP, 它的优势就是华语内容很丰富, 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制作精良。 特别是里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 质量十分高。 刚好最近呢, 我也替支持我频道的朋友们, 争取到了专属福利。 14天VIP免费试用, 一般用户只有7天, 这是只给订阅我频道朋友的特别礼遇。 怎么操作呢? 现在, 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 如果觉得不合适, 卸掉就是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充值继续用。